好,各位可以看一下 我們剛才在這邊有一個Label 顯示請輸入姓名 對不對?然後這邊有一個 輸入框 請輸入真實姓名,這是提示文字 當你打字的時候 這邊打字的時候 那個上面就會清除掉 比如說這邊我打個王 提示文字就會清除掉了 然後呢 確定你也可以按 你看,可是就只是沒有做任何動作 各位有沒有發覺 現在APP Inventor 目前還不用寫程式的 你看打這個字 按按鈕都沒有問題 都不用寫程式 但是我現在想請各位做一個動作 我剛才這邊有一個按鈕 最底下還有一個Label 但是要記住喔 這個叫 TextBox 1 這個名稱要記住 因為寫程式的時候 會控制到這幾個 就是 TextBox 1 那這個按鈕叫 Button 1 這邊的 Text 這文字叫做Label 2 你要記住 那我現在希望好 我想做一個動作是 我這邊打一下我的名字 假設我這邊等一下打上我的名字 好 好,打上我的名字之後 我希望按下按鈕 我的名字可以帶下來 可以帶到 可以帶到底下這個字比較大的地方 寫網影衝 OK,我這邊打網影衝 按確定這邊要呈現網影衝 這要怎麼做呢? 這個就要寫程式了 寫程式在哪裡寫?來看一下喔 好,本來介面是長這樣 各位有沒有看到 右上角有一個叫 Designer Designer現在被按下去 不能按了 不能按的意思就是說 你現在就在這個 Designer的介面 就是在設計介面 如果要寫程式 你就按下 Blocks 就是進入程式介面 好,你看我按 Blocks 進到程式介面之後 來,請注意喔 我剛才說 我按下按鈕以後 希望把上面的文字 帶到底下來 變成底下 不是這個什麼 Text for Label 2 我希望呈現的叫網影衝 那怎麼做呢? 是因為按下按鈕才要做動作 所以來,請看一下 你剛才的元件 你剛才有用到的元件在這裡 所以你看喔 Button就是按鈕 我要按下按鈕的時候要做動作 你看,所以按鈕這邊點一下之後 你有看到這邊 有好幾個區塊可以用 其中最上面第一個 你有沒有看到 它這邊就是 當按鈕 Click 的時候 要做什麼動作 所以我把這個區塊拉出來 當按鈕要 Click 的時候 我要做動作 做什麼動作呢? 我要把使用者輸入的這個 Text box 裡面的內容 放到 Label 2裡面來 那這個 Text box 的內容在哪裡呢? Text box 的內容 再來各位看看區塊裡面 區塊裡面 有一個叫 Text box 1 的 Text 的文字 Text box 1 的文字 可是有兩個啊 Text box 1 的文字 怎麼有兩個 我要選哪一個呢? 來看一下 前面有突出的 代表讀取 我要讀取裡面的內容出來 前面沒有突出的 就是前面這個最前頭沒有突出來的 代表我要把值寫進去 所以你看喔 我要把使用者的 Text box 打的字讀出來 所以我應該用前面突出來的這個 但是我要把它放到哪裡去呢? 我要放到底下的 Label 2裡面去 底下 Label 2的哪裡呢? 底下 Label 2的 Text 我要把它設定進去 所以你看到區塊就可以接起來 接起來以後 你還可以拿上來 放進來裡面 那這個意思就是說 當按鈕按下去的時候 我要做的動作 是把 Text box 1 就是那個輸入 文字輸入的那個 裡面的文字 讀出來 丟到 丟到 Label 2的文字裡面去 所以一旦你這個做完之後 你可以用手機模擬了 你看喔 我上面打的字喔 按確定 底下就變成我的名字 那這邊呢 我再改一下名字 比如說我改的叫做 ICWANG 然後我再按確定 底下就變成ICWANG 可以嗎? 所以程式嘛 就簡單的這樣子 來這一段 請各位嘗試做做看